接下来我就要去讲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边 我们知道了什么 主要的收入有什么 受雇人员报酬 以及经常移转收入 可能这个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 我等一下就是要讲这个收入 因为它是最主要的收入 你当然要先看说 它到底跟什么 或者是最主要的支出 有没有关系 通常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去想这边是不是C6取1 当然了 主要我们现在先做的是 受雇人员报酬 所以这么多图 我就暂时不请你们画 我要介绍它这里面的 机器学习的方法 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叫做 关键影响因素 关键影响因素在这里 而且它是用画图的方式 画给你看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新增一张新的页面 当我们今天要做分析 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两两之间的关系 就是收入与支出 然后去希望能够找出最有关系的 而且当你做完收入与支出 请问收入 收入会不会受到这个第四 第四类 会不会随着 例如说每户人数 而产生所谓的一个相关变化 有可能吗 对不对 好 所以通通都要做 那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 第一就是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我们就把它叫做相关系数 我们就取名叫关键影响因素 这个impact factor 我觉得还应该算是蛮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放在这个 第一反正就新增一张工作表 第二点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那它里面就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翻键 一个是说明依据 而且翻键只能放一个 例如说 我现在请问你在收入里面 最重要最主要的收入 是不是受雇人员报酬 所以你是不是先勾它 它就自动放到翻键 然后它翻键什么呢 它在分析 受雇人员报酬增加或减少 它就只能分析这两种 各位知道什么叫做增加 因为你在分析的时候 你就希望知道说 当什么 假设你现在看到这个 受雇人员薪资 受雇人员报酬 当增加 就是因为它是x轴 你就把它想象成 它就往右边跑 那就是增加 如果减少就是往左边跑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会勾这个收入挑一项 而且我们只挑这一项 那这边说明 就请你不要再勾收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勾支出 它就会全部都放在这里 你就开始勾了 例如说你先勾这个21 日习支出 它就直接告诉你 它就直接先告诉你 请问这是什么图 这不就是散布图吗 你看它就自动帮你画 请你注意 我们分析的全部都放在Y轴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有听过一个名称叫 自变数跟因变数 有吧 变数你们知道吗 XY就是变数 可是请你注意 它这边把它想成它是一个结果 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说 它现在是不是有一条红色线 对不对 那叫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 它只是告诉你 这两个变数之间有正相关 它只是告诉你这件事 请问它有没有告诉你谁影响谁 没有 我就接下来继续点 我就再点2.2 请问这有什么难度 这没有难度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点它 你看当我点下去之后 这边是不是又多了一个这一个 好那这边我只是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它比较聚集在那条趋势线上 对不对 所以它直接从米星点了这个经常移转支出 它就直接高过于这边的那个impact factor 有看到吗 至少这个数字比它大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2.2经常移转支出 它的一个影响是高过于2.1利息支出 看得懂吧 好 接下来我就继续点了 接下来你看 当我点它 我一直停留在第一名 第一名是谁 就是那个移转支出 经常移转支出 这是第一名 好 然后我就继续点 其实这些 有些你根本就不用点它 可是我刚刚说我要算的 像医疗保健 你一定要点 请问你这样点 电脑它是不是就大量在那边算 请问我这边是不是点完了 可是其实我还想要你看 当我点完这边 它还是维持第一名 没有超越它的 那我现在点一个 就是点一个像这个叫做 刚刚我讲说什么 先找医疗设备跑去哪里 这个 我先请你们 就是我可以把这边显示比例 稍微放大一点 只是为了要方便给你们看 我现在要点这一个 医疗保健 然后接下来我把 我把这边 把这边缩小 请问您觉得 它的相关系数跟 这是医疗保健的相关系数 还有这一个叫做 经常移转支出的相关系数 与谁 与什么收入 与受雇人员报酬的收入 来去做出来的善互关系 它的相关系数应该会比较高 对不对 有听得懂我意思吗 只问你做的 只有简单的几件事 就是你点空白 就是你先加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点空白地方 请去选到关键影响因素 接下来你就分别在收入这边 挑一个其他的所有支出 你全部都点完 他就帮你算完了 然后等一下我再教你 怎么去看这边与这边 这样了解吗 反正你看来看去 有时候它会变成是这个 因为它为了节省时间 节省速度 所以它就直接把 一大堆的数字类别化 例如说这个是6073以下 然后这个是6073到10937 可以吗 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 我还是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然后这个是10937到13523 然后这个数字是超过13523 然后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用去每一个点去描绘 是不是也可以减省一些时间 这只是提供给你参考 当数值 它觉得它是一个连续的数值的时候 它会刻意的去做集聚 做出集聚来去快速的呈现